昨天 捷来单一名汉堡小贩因为超时营业 而吃下了5万令吉的罚单 不过执法单位发出这张罚单之前 有没有遵照政府在3月所制定的新指南呢 显然是没有 因为掌管国会及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纳杜斯里达基尤丁发文说 不遵守营业时间的最高罚款只是1万令吉 另外 卫生部部长纳杜斯里阿汉巴巴 以促请这位汉堡小贩尽快去上诉 强调罚款目的是为了教育 并不是盲目的惩罚 早在3月17号 政府就已经修订条例 将违反防疫措施的罚款金额分成三大类 最低1500令吉 最高1万令吉 遗憾的是 一些执法人员没有及时跟进最新指南 居然给超时营业的吉兰丹汉堡小贩 法依莎开罚5万令吉 事件在社交媒体发酵 首相署部长达基尤丁今天特意发文告 强调执法单位必须依照政府制定的指南 向违规者发出何时宜的罚单 部长还说 不遵守营业时间的最高罚款是1万令吉 如果在7天内缴付罚单 还可以折扣一半 14天内缴交的话 折扣25% 而另一个引起讨论的违规行为 是本地明星尼罗法 3月26号在一家酒店礼堂 举行超过百人出席的婚礼 金马警区主任在纳阿都拉今天发文告 公布调查结果 对尼罗法和网红丈夫哈里斯 分别祭出2万和1万令吉罚款 在纳指出 尼罗法触犯两个违规项目 首先是违反婚宴标准作业程式 没有维持肢体距离 再来是跨州出席活动 却超出警方允许的范围 直到一提的是 警方不允许尼罗法 在缴交罚款时使用折扣优惠 另有20名家庭成员 各罚1500令吉 这一场违规婚礼 罚款总额高达6万令吉 马西涉电视综合报道 是的 执法人员没有根据最新的罚款指南 向超时营业的汉堡小贩 开出5万令吉的罚单 引起热议 卫生部第一副部长 纳都诺阿兹米表示 政府将会重新评估 汉堡小贩违反标准作业程序的 罚款金额 副部长认为 既然小贩接到的罚款金额 已经不合时宜 他促请他尽快向卫生部提出上诉 这一场迅程序的 諾阿姿米今天在吉蘭丹哥達巴魯巡視當地的衛生機構後 向媒體透露 吉蘭丹州確診病例近來節節攀升 目前週內累計32個活躍感染群 當中11個涉及教育機構 情況令人擔憂 為了不讓國內的疫情進一步惡化 政府昨天下令 終止所有來自印度的航班 避免海外傳播力更強的病種毒株入侵我國 在吉蘭丹州確診病例中